Lady Gaga演的《小丑女,你喜欢吗?》 她在访谈里说 她觉得双重疯狂Foliodox是一种极端的爱的表现 到底Foliodox是什么意思? 大家好,我是立哲 每天教你一句让生活更有趣的实用英语 今天我们要教你疯狂怎么说 《小丑》续集的电影片名《双重疯狂》 其实是一个精神病专有名词 这种精神疾病常见与密切的关系 比如伴侣或家人 一个人的妄想会传给另一个人 而且彼此还会强化对方的妄想与不稳定的精神状态 但如果没有到要送医治疗的地步 只是要形容一个人很疯 除了最常见的crazy之外 你可以说lunatic He's acting like a lunatic 他行为像个疯子 或很简单的mad 在这里不是指生气哦 这个字也可以指精神不稳定 例如 She has gone mad 他疯了 比较有病的说法还可以形容人是 psycho She's a psycho 他是个疯婆 还有两个比较口语的俚语说法 形容人很狂 但不见得是负面的形容 not是坚果 坚果的外壳常常有各种奇形异状 所以当你形容 that guy is nuts 就是指那个人很疯狂 或者bunkers bunk这是一个重击的动作和声音 加一R人的自伪 不断给你重击的人 就是疯子啦 不过要特别注意 无论是nuts还是bunkers 记得都要加s才是正确用法 坚果不会只有一颗 出拳不会只有一拳吗 今天疯狂的说话 你学会几种呢 想了解我的AI分身是怎么做的 留言666告诉我